好 那么有了这个流程 我们往下呢 还要给大家讲 你看到现在呢 我们在这里面 显示这个用户的注册页面 给我们进行注册处理的 是不是同一 是不是两个地址 对吧 那我能不能使用一个 我能不能使用一个 我使用一个的话 我能不能把它俩区分开 能不能把它俩区分开 什么时候是显示这个页面 什么时候是进行这个注册的处理 我能不能区分开 好 那么这边我给大家说一下 你直接 你直接这个地址 对吧 我假如说我直接 我直接一挑这个地址 或者我直接点一个超链接 这种请求方式 什么请求方式 什么请求方式 它是get 我表单 表单的时候 一点击注册 它什么请求方式 post对吧 它俩方式是不是不一样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可以通过判断 它的请求方式是什么 进行不同的一个处理 所以在这里面 它是可以使用同一个URL地址的 那么比如说在我们这边 我就在这里面找到这个REGEST 找到我们这个REGEST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 不管你是显示注册页面 你还是进行这个注册的处理 使用同一个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的话 我就可以在这里面呢 也叫做这个U的REGEST 那么叫到这个地址之后 在我的后台这边 我怎么去判断你是进行这个注册 还是要显示注册页面 我就可以通过它的请求方式 进行一个处理 如果request.method等一等一 get的话 对吧 这一步呢 就代表要显示这个注册页面 显示注册页面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呢 其实呢 这里面 直接写一个注册 显示注册页面 我就直接return一个rend 那么否则对吧 else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要进行这个注册处理啊 进行我们的注册处理 那么注册处理的话 就是直接把下面的代码呢 直接给它拿过来啊 一模一样 这一步的话 放到这边 好 那么有了它之后 对吧 我们是不是这个request handle 我们就不用了 对吧 这一个视图里面呢 一个地址啊 就搞定了啊 既可以显示这个注册页面 也可以进行这个注册的处理 好 写完之后 在这里面呢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刷新完之后呢 我们就注册一个用户 对吧 比如说注册它 在这边书 邮箱点击注册 是不是过来了 对吧 过来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里面呢 这条数据呢 也已经过来了 直接呢 去查 再当机 这是ID等于4 对吧 这是我们刚注册的smart3 smart3 ok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给大家要说明的呢 就是 其实呢 这个注册啊 显示注册页面 还有这个注册处理呢 它是可以对应到同一个地址的啊 这样呢 你就少了一个URL地址 对吧 你只是在视图里面呢 你需要通过这个 请求方式的判断 判断它是要干嘛啊 你get方式访问的时候 我就是要给你显示这个注册页面 pulse方式访问的时候呢 我就要给你进行这个用户的注册啊 这样的一个分析啊 它的一个不同的处理啊 不同的处理啊 好 好 just